有傳亭峰靠近親轉讓買物業 節省了辣稅500萬 是否節省了這麼多稅 沙田出現神秘採風人 肆意破壞戶土場 又罔顧重林山火 政府建議放寬直入式廣告的守則 社會各界有甚麼反應 立即動漲細亡 歡迎收看東章西望 接下來計劃去日本或台灣的朋友 可能都會停一停想一想 事關這兩個地方 都疑似爆發麻疹疫情 我還打算跟家人去沖繩 不過不要緊, 可以打疫苗 年輕的朋友, 你太老定了 雖然香港暫時還沒被波及 但有人聞到震循 據聞搶購這個疫苗 好像是一針難求 其實絕大部分40歲以下的香港人 在小時候已經接種過麻疹的疫苗 如果不清楚 就可以檢查你們的針卡 或者向醫生查詢 未夠一歲的小朋友 或者未打齊兩肢的朋友 都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你們的免疫力也未夠 麻疹可以靠疫苗預防 原來樓屎辣椒也有方法可以避免 這個單位早前以8500萬成交 現在樓屎升, 不知道賺多少 業主竟然以原價8500萬賣出 沒錯, 市場傳聞這個位於淺水灣 實用面積超過1900呎的豪宅 是謝霆鋒用爸爸借賢的個人名義 在去年用8500萬買入 到今年再將物業轉讓給兒子謝霆鋒 有指謝霆鋒是借用爸爸的名義 曲線買樓省下稅 為何大家會有這個說法呢 是因為如果謝霆鋒有很多物業在手 再買住宅物業 就要付15%的印花稅 不過如果四哥還沒有物業在手 以這個8500萬的樓價來計算 只需要付4.25%的重價印花稅 這次再由四哥把房子賣給兒子謝霆鋒 透過謝霆鋒親屬轉讓 只需要付4.25%的印花稅 前後兩次交易只付了8.5% 相比起15%的納稅 足足省了6.5% 大快超過550萬 不過這次買賣 都是用四哥和亭鋒的真名 但亭鋒之前的物業 都有可能全部都是用公司名義買入 這次謝霆鋒親屬轉讓 是否為了節省呢 就是他們才知道 不過有資深的投資者 就表示用直系親屬轉讓的情況 不時也會有 普遍的情況下 譬如老公、老婆 夾粉買了一棟樓 然後突然間有些錢想買一棟 老公、老婆把那半層樓 轉給另一方 這個可能要付稅 但只是半層樓的稅率而已 然後另一方 它變成手指 它可以再在外面買另一棟樓 那就不需要付15% 這種情況 我覺得是普遍的 我們翻查物業代理網易 發現疑似個案 好像這個單位 2015年用908萬買入 兩年後 都只是用910萬賣出 升了兩萬而已 而這個2014年的成交價 都已經要一千二百零二萬 去年竟然以一千二百萬賣出去 大星市的三年間 樓價竟然沒有升反而跌 有直系親屬轉讓的可能也不定 不過這個直系親屬轉讓是甚麼條例 當中是否真的存在漏洞 本身就是稅局的一個通融的做法 很多時直系親屬之間 它有些特別的需要 就要由一個親人轉給另一個親人 在直系的親屬轉讓的時候 就付最低的印花稅的稅額 就不需要付最高的15% 原意都是這樣的 假設其中一個家人 本身已經有幾層物業 相對上便宜了一部分 如果在這個層面來說 都可以說可能有少許漏洞出現了 除了樓炒到瘋之外 黃牛飛也一樣炒到瘋 就像黃子華棟督笑的飛一樣 有人放上網 就曬它那一疊 厚得像磚頭那麼厚的飛 據聞有黃牛黨還理直氣壯說 你們香港人不懂得珍惜我們 我們決定在北上放飛 讓你們全部沒得看 這個很丁蟹色的對白, 拍劇嗎? 說到拍劇, 大家看到劇集、綜藝節目 很多地方都有不少的直入式廣告 接下來香港政府 就建議放寬直入式廣告的規管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呢? 將一些有牌子的廣告… 那些簡直的產品 直接放進節目裡面 有時候有些電視劇 可能角色桌面放了一瓶有牌子的水 那些可能是直入式廣告 沒錯, 近年直入式廣告 出現在不同媒體 已經成為大趨勢 所以通訊事務管理局在三月底 也建議放寬免費電視直入式廣告的守則 既然用一個不適合的手法去表達的話 就已經令到觀賞的樂趣得以保障 這是我們的目的 至於那條線, 正正在哪裡畫 在每一個情形都是不同的, 是嗎? 放寬建議公開諮詢公眾一個月 現在諮詢期即將完結 市民和廣告業界的反應如何呢? 舒服不錯的 我覺得又不是太影響觀感的 接受到的, 如果不是很難推銷的話 行劇電視劇經常出現 都是那幾間店舖 或者無緣無故飲品的東西 所以應該知道他們是收了錢買廣告 其實業界上覺得這件事是好事 因為起碼在廣告創作 客戶在投放資源的時候 多了很多選擇 很多外國出名的奪獎廣告、得獎廣告 一些創新的廣告 其實已經在這方面 做了很多很出位的事情 其實創意加進一些所謂的產品位置 即是植入式 如果做得好 其實可能會令到那個節目 更加多創作性 事實上, 植入式廣告 在世界各地早已大行其道 好像幾年前的 世界大型電影頒獎典禮 主持叫Pizza送上台 就是經典的例子 在不少外地劇集、綜藝節目 不僅常出現, 還挺突出的 好像在這個內地的綜藝節目 參賽的嘉賓桌上 就植入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足足是十件商品 看看這個內地真人秀 這個小仙女的魔法城堡裡面 不僅植入了清潔用品 連布袋也植入了清潔用品的商標 在這方面, 香港真的落後很多 其實2003年的時候 廣管局已經說放寬這個制度 希望可以增加電視台的收入 但是實踐起來有什麼難度 其實2003年電視手則是放寬了 是容許電視台、持牌機構 可以做借入式廣告 三個手則包括要明顯配合節目的編輯需要 不會干擾觀賞趣味 以及不會令人覺得牽強 這三個要求都是頗為主觀的 變成大家在很多時候爭辯了 這是第一個叫主觀性的問題 第二, 亦不貫徹 譬如舉例我們自己的製作 和我買回來節目時, 標準不一 譬如我買很多電影回來播放 它已經有一些入式廣告 可能我又沒事 但若我自己去拍, 我就有事了 以這套曾經在TVB播出的韓劇為例 這一幕露營器就植入了大量商品 同一個畫面裡面 就找到最少十個品牌的名稱和商標 這些非本地製作的節目 雖然同樣在香港免費電視台播出 但所受的規管就寬鬆很多了 看看今次通訊局建議修訂的新手則 主要有這些基本原則 包括要以自然及不會令人 令人覺得突兀的手法表達 不能直接推銷或建議使用產品或服務 相比現時的手則, 放寬了多少呢 我們將現在的手則和建議放寬的手則 給市民了解一下 看看他們覺得有什麼分別 大致上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兩個都不大分別 當然舊有的比較寬鬆 例如我穿什麼衣服都可以 但有個市民說 你穿這些不好看, 穿那些又不好看 很主觀 對, 很主觀 比較相對仔細一點 他的描述就是直入式廣告 不能直接推銷 有點過分了 如果我是贊助商 我贊助你當然想你推銷我的東西 但如果我要說明我不可以推銷的東西 我很難去贊助你 TVB和其他電視業界普遍相信 這次放寬建議的原意是好的 希望擴闊收入來源 從而有更多J員製作更優質的節目 讓觀眾欣賞 不過在細節上 怎麼可以做到更加理想呢?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小小 覺得怎麼可以更加理想? 因為現在他做是用大原則去管轄 大原則是很主觀性的 反而如果他把小一點的手側 譬如說你多少秒可以 多少秒不行 哪些可以, 哪些不行 或者他用以往的例子出來 這種是可以的, 這種是有問題的 我就容易一點跟 這個我也建議他 是不是可以把手側裡面 是能夠可以做小一點 讓電視台人可以容易一點跟隨 香港各個電視業界的代表 也覺得有改善的空間 《新手側》當中 說直入式廣告不能太突厚 你又怎麼看呢? 節目內容和廣告 很多時候廣告本身放進去 可能那個突厚位是有趣的位置 現在年輕人的創作人 可以想很多方法出來 是可以很創作的 可能裡面未必是完全是 飲食節目放過飲食的一個產品 但他們都會想到一些方法 是很有趣的 他可能是突厚的 但其實他都未必會 令到觀眾覺得真厭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個規管 這個層面裡面可以放寬的話 可以讓我們的同事 去盡力去努力去想一些新的 原來可以這樣 直入廣告而是很有趣 市民又喜歡看 亦都可以幫到客戶 其實香港是比起其他地區 政策是更加保守 還有有限制的 我們希望可以因應到 香港觀眾看電視節目的口味 和習慣去逐步放鬆 我們都希望會有彈性和空間 有空間才能夠發揮創意 增加到收入 其實也會增加到製作的資本 我們相信這樣又可以帶多一些 精彩的節目給觀眾欣賞 新的首真只是它流傳一些很主觀的判斷 等於我說 你口渴你可以喝水 但你口不口渴 是我判斷 是我認為你口不口渴 就是這個問題 怎樣能夠可以將這個主觀性問題 將來能夠執行得好呢 相信我想要多一些智慧 就是多一些客觀 多一些思維才行 我希望通訊局和新的主情 可以在這方面做多一些功夫 沙田出現神秘採風人 施意破壞邪波護土牆 又妄顧重臨山火 為的只是無本生理的野山蜂巢和蜜堂 下一節東張西望 歡迎回來東張西望 英國有人訂了洗頭水 誰知送來的時候 就是二十本全新的護照 如果是你, 你會怎樣做? 我訂了水, 你送洗腳水, 我能用到 但你送這麼多本護照, 我怎樣用? 犯法的 所以他就報警處理 誰知警察跟他說 這些事不是警察去處理的 還叫他丟掉護照 女士唯有親自聯絡美國大使館 叫他們拿走護照 拿了這麼多護照, 你以為是職業特工嗎? 所以有時現實生活也挺荒謬 說到荒謬, 以下這件事更荒謬 有沒有見過街邊的樓洞回賣物行? 有 會否幫襯? 我不會幫襯 為甚麼?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聽說有時是砂糖混合 你覺得是… 即是… 沒甚麼信心? 對, 多數是 街邊的人不會說在哪裡 而且製作過程我們真的不知道 多數都是買有信用的 知道哪些來源的 蜂蜜有美容護膚的功效 營養價值非常高 但市面上充斥著不少真假蜂蜜 你賣, 他也賣 個個都標榜著野生蜂蜜 當作還落足嘴頭不斷推銷 這些是否沒有混合任何蜜質 甚麼? 沒有混合任何蜜質 當然沒有, 神爭蜂蜜 是否有混合的, 不是蜂蜜 很極竭, 養養沒有架 如果有架就收一把蜂蜜 這天我們在沙田大埔到遼望台 發現有人躲在茂蜜的叢林裡 鬼鬼祟祟, 究竟在做甚麼呢? 他們個個拿著工具 這個就拿著鐵筆不斷用力狂插 似乎想撬開一些東西 另一個接力 拿著鐵槌起勢地鑿 個個都恐無有力 要不需要這麼大陣仗呢? 他們作得身水身汗 忍不住要脫下外套 有人還脫身攜帶望遠鏡 似乎有備而來 隔了一會 你們兩個男人就站在一二邊 先預備一個透明膠袋 突然間有人伸手提了一塊黃金的東西 究竟是甚麼呢? 幾十隻蜜蜂圍著他們互相轉 就算了, 之後我們看到有人點著香 還即時冒出一陣陣白色的煙霧 不知道是否用來驅趕蜜蜂呢? 但是周圍也有這麼多雜草 若然一個不小心引起火警 後果就非常嚴重 由於斜坡太斜, 他們離開之際 都要邊走邊攜著樹枝 步步為形, 沿著樓梯一直走 看得真點 原來裡面是一塊塊新鮮的蜂巢 還有蜜糖漏出來 之後他們再跨過這個 差不多有成米高的圍欄 拿著工具和成代戰利品 走回去停車場 大批蜜蜂不停圍著車尾箱 不停飛 整個採風過程都驚險萬分 連行山人士也看不過眼 其實會影響到別人 因為有時遇到甚麼問題 也要有人離開救 其實救人也會有危險 我們現在去市場買有多難 很方便 不需要沒有生命危險 有幾滴蜂蜜 好像有點古怪 我們事後再回到現場看過 發現斜坡這幅護土牆 中間明顯有一塊大石凸出來 周邊還有些泥封住 還有蜜蜂不停徘徊 護土牆是用來鞏固山坡 為甚麼他們要為了一己私慾 這樣作爛它呢 當我們拿開一塊石頭 發現原來裡面別有洞天 洞口足足有十寸那麼闊 鋼筋外露 我們還發現裡面有大量幼小的蜜蜂屍體 石頭上面還疑似沾滿一塊塊蜜糖 吸引了大量螞蟻 我們又在附近發現過蜂箱 難道這就是他們養蜂的地方 養蜂採蜜呈30年的曹先生說 行內的人的確會選擇上山採蜜 但絕對不會破壞護土牆 但這群人又怎知道 這個洞有野生蜂巢 他們還將整個蜂巢連根拔起 難道想拿回去自己養 牠的蜜蜂 翻進洞裡有一個寒度 很多人都是看它的寒度 然後就會追蹤到那個洞在哪裡 那些是天生的,是天然的蜜蜂 牠就會掘出來 然後拿回去像我們那樣養 就像曹先生這種私人養蜂 就要用很多種工具 例如會預先把蜜蜂吐在蜜框裡 然後再引誘一些蜜蜂在蜜蜂裡 捉起蜜蜂 方便蜂後產卵和製造蜂蜜 最後再用這部搖蜜機 去搖取蜜蜂房裡的蜂蜜 當蜜蜂完成了一個蜜蜂之後 很多時候都會進行分蜂工作 情況就像這樣 過千隻蜜蜂滿天飛 蜜蜂就會跟著蜂蜂 去另一個地方捉蜜 因為牠裡面不夠住 所以會搬到另一處 一半蜜蜂搬到另一處 那什麼時候才會出現這個蜜蜂的情況 多數都是夏天頭 就是很多花開 牠就不怕沒有東西吃 牠就會搬到另一處 對於私人養蜂來說 一般採取蜂蜜之後 都會將牠消毒和過濾 目的是要隔離毒素 不過如果吃了這些天然方法 採取得來的蜂蜜 情況又會怎樣呢 天然採取回來的蜂蜜 第一就是蜜蜂 究竟採取回來的那些蜂蜜 在哪裡來的 的來源其實我們就不知道 有機會那些蜜蜂 可能採取了一些附近的 有毒的花位的蜜蜜糖 那些毒素就會存在在那些蜂蜜裡面 甚至乎會有一些肉毒幹菌在裡面 如果吃了一些含有毒素的蜂蜜的話 輕質可能會引起一些吐射 或者是一些麻痺的情況 其實嚴重的可以是引致死亡的 他又建議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 或者一歲以下的小童 最好不要進食蜂蜜 因為當中可能含有毒素 令牠們產生中毒風險 對於有人為了採集蜂蜜和蜂巢 而施以破壞戶土牆的安全作用 盧政署回覆我們說 並沒有發現斜坡面的保護層 有被鑿穿的情況 也沒有影響斜坡安全 但只不過我們明明看到 戶土牆被鑿穿 事後更加用石頭封號 那又可以怎樣解釋呢? 今天就是毛紙巾日 所以有些食肆沒有主動提供紙巾給大家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到呢? 保護環境就是很重要 日前TVB的義工隊 聯同一眾愛回家之開心速遞的演員 一起去到西貢出植植樹活動 除了植樹之外 他們還鼓勵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對,長腳蟹還帶她兒子的蟹子出來 非常甜蜜 不知道有沒有人靈記 還即場拍攝一拍一集 就是愛回家的開心速遞 媽媽親兒子就理所當然 但說到男朋友的話 就未必每個人都像他這樣 那麼懂得哄女朋友 甜姐兒,陳凱琳今天化身寒昧 在銅鑼灣鬧市派堂 一群粉絲倒楣 她還當著百多人公開示愛 說願望是天天抱著她 曬得如此 Grace借剝太陽眼鏡來,大大好 接下來我要去新疆拍戲 現在家榮在泰國拍戲 她知道我要去新疆時 她第一時間就說 可否請兩個助手陪我一起過去 她也怕我在那邊照顧不到自己 其實我覺得她這樣想是很窩心的 但為甚麼你要拒絕她呢 我覺得還可以 自己也不是第一次出埠 我覺得也能應付 再打兩個視像電話給她就行了 沒問題,一定會 見小鎮都不行 劇組也不忍心拆散你們了 只是去拍四、五天而已 接下來五月就是母親節 Grace還帶爆鄭陳兩家 齊齊吃飯慶祝 難道好事緊 我爸爸媽媽一直以來都很照顧我 而且每一件事都很支持我 都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 表示我有多麼愛她們 對,另一半的家庭會不會… 當然要一起出席 一起出席 我們的節目經常都介紹 香港好玩、好吃的好地方 剛剛的星期二 就介紹過本地製作的豆品 對,做豆泡其實真的不簡單 首先要隔渣 隔完渣再蒸,蒸完再炸 才可以用全人的方法 做到一粒粒金黃色 像你的臉那麼脹的豆泡而已 其實像豆泡也很不錯 因為幾十年來也有很多人欣賞 不如說回豆泡吧,好嗎 很多人都想重溫做豆泡的過程 非常簡單 只要上賣TVSuper重溫就可以了 對吧? 對,我也回去看豆泡的製作過程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 再見 網上購物,很服 花了一千多元 買回來的竟然是… 手指柄一條,糖仔一盒 甚麼?麵帽子一搭 店主騙完人 還看死你,不敢報警 留意東張西望